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主题是 我想的那个人,他爱我吗? 那么今天的视频主题内容是我突然临时起义决定给大家录制的 所以说现在的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会比较短一些 但是我会用很简短的方式来回答大家 你想的那个人,他爱不爱你,还有需要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 那么摆在大家面前的有四组选项供大家来选择 首先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 一,二,三,四 大家可以凭借直觉选出你最想选择的那组牌 你可以凭借数字,或者是你看到的画面 如果大家选好牌的话,那么就根据时间轴跳过去 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吧 第一组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读牌 所以说,得出来的结果可能对应你,也可能不对应你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如果这组视频是不对应你的 你可以关掉这个视频,或者是重新再选其他的一组来看,好吗?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想的这个人,他爱不爱你呢? 我感觉其实这组的人,我会分成两种情况来讲 首先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我会很肯定的告诉你 你想的这个人,他是爱你的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觉得 你想的这个人,他还不爱你 但是你们两个之间有吸引力的东西在 并且我觉得选到这组的小朋友,你们应该是 在看你的前任,或者是你的旧人,或者是恋人未满 暧昧的那种关系 感觉上你们两个之前可能就是有发生过一些牵涉 而且很有可能导致你们两个的关系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 来自于第三方的介入 就是有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其他的人在影响 可能正对你们两个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未必是两个人都得到了伤害 但是我感觉其实有一方得到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就看你是哪一方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的独牌 我感觉到其实不管你是哪一方 只要是女性的这一边 我觉得女性能量强的这一方 是一个很稳定的,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不光是说可能是在工作或者是在你的学业上 女性能量的这一方是很稳定的 或者是比较独立 或者是在经济上面也是比较独立的 那么另外在感情上面 我觉得女性这方可能会愿意去给两个人的关系一些承诺 或者是一些很安稳的东西 就是会让这段感情变得好像很安全 就是非常的舒适,会比较安全 安全感会很多 不会给你整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另外我还看到在这段感情里面 女生的这一方确实是投入的非常的多的 可能是时间,精力,感情,金钱都有在付出 都有在投入 我觉得女性这,女,女生的这一边 确实是会有很多这种付出性的这些,这些,这些倾向 我感觉到其实这个女生,可能你是这个女生 也可能是你想的那个人 但不管这样,我觉得 这个女生在这段感情里面很温柔 也很,是一个愿意去付出 愿意去推进两个人感情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就即使这个女生她没有说很热情 很主动的去推 但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种 就是男性的这一方 我觉得是经常让女性的这一方去等待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组,我看到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男大女小 就是或者甚至是那种有很大的一段年龄差的感觉 在不及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一个男大女小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 那另外的话,我还感觉这一组可能还有一些异地的情况 即使不是异地 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有着一些心灵上的距离 尤其是男生可能经常要让女生去等待,去观望 我感觉到女生有一种 你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向这个地方 那你不在这个地方 我就远远地看着你在的那个方向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女生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失落的 是很失衡的 而且我觉得女性能量强的这一方 其实是会 我觉得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 当然两个人可能睡得都很晚 但可能想法是不同 一个是因为在想对方 一个可能就不知道在干嘛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女生的这一边会有一些熬夜的状况出现 一些内耗的状况出现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 那我看到两个人是有结束的一些点在的 但是我却觉得你们可能最近是有一些沟通 或者是说接下来 接下来即将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会有一些沟通的机会 我觉得因为女生付出了很多 其实男生是有在看在眼里的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 我觉得你想的那个人 他即使现在不爱你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看到眼里 就是他知道你的好 他知道你的温柔 他知道你的体谅 他很了解 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男生的话 我觉得确实你在想的这个女生 他对你是非常温柔 非常愿意去给你感情上的东西的 并且我觉得你们也是很清楚 这个女生是在感情上非常真诚 非常专一 非常认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看上去的话 其实你们两个之间还是保留着一定的热情存在 但可能就是承诺上就会欠缺了很多 尤其是像离开的那一方 其实是没有怎么给留在这一方承诺的 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其中有一个人是很有点绝情的那种感觉 就是直接走开 可能二话不讲 提前先是冷战预热 然后直接就是下一步走开这段关系的一个感觉 可能会很突然会让人觉得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我觉得对方或者是你都有知道 这段感情里面是有欺骗的东西存在的 是有不真诚不坦诚的点在的 但是看上去好像你们两个一旦沟通 我觉得有一种好像又很奇怪一种感觉 可能就相处了又觉得不是很开心 但有的时候又觉得其实是挺开心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这种感觉 就是看上去有的时候彼此都是看彼此有点不顺眼 但是有的时候又就觉得奥航我可以放下了 或者说怎么样 可是回来以后又会想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在 那另外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点翻来覆去 就是一会儿觉得说我下定决心 我要放下这个人我要走开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又会想到这个人 可能两个人又鬼市神差的又联系了 或者说又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你们部分人是有这样子的感觉的 我看到你们两个之间其实是灵魂伴侣的关系 也是有着一些业力上的关系的 那么对你们的建议的话 其实我看到了有和解还有宽恕与学习 我觉得在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因为 可能有一方因为最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三方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人所造成的这种伤害 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你们两个不管是谁是需要去学习 需要去原谅去平衡的 那么另外和解的话我觉得你们其中 我觉得有部分人你们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和解的机会 未必是说真的又重新在一起 但我觉得可能会达到一定层面上的和解 但我觉得其实你们之间有些人在感情上可能还会 接下来是有机会得到一些发展的可能性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还并没有完全断掉的一个感觉在 天使回应开始在告诉你们说 你们要获取更多的资讯 要保持一个正向 因为你们两个本身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比较快的 可能两个人基础就还没有达到那么深 可能其中一个人对对方还不是足够的了解 就是可能女性的这一方可能很稳定 然后对方已经了解了女性这方是很稳定的 但可能男性这边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们需要得到彼此更多的一些资讯 我觉得你们是需要在这段关系里面保持一个正向的 那我还看到有部分的人 你们其实你们的关系是那种比较开放式的关系 其实对方他现在身边可能已经有了新的人 那你身边可能也有了新的人 那这个新的人未必是已经在一起了 也有可能就是暧昧或者是一个追求者 被追求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出现新的感情的话 我觉得有部分尤其是如果你看我这个视频的是一个女生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你选择之前的这个人还是新的人 你都要去好好地考虑一下 并且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不要害怕自己会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 你要知道沟通是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键 当然跟新人沟通也是关键 但是我感觉到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沟通上可能是非常不良的一个状况 你跟这个人之间的沟通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可能有些时候你们不知道怎样去好好地沟通 感觉好像就是隔着一个什么 就让两个人没有办法好好交谈一样 但是其实要先把这层阻碍先自己先去消化一下 然后有机会的话其实两个人可以去 尽可能可以的话有一些新与新的交谈是最好的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信息 因为这是一个大众的占卜 所以说就听取对于你来讲相关有用的帮助就可以了 那么我还看到有部分的人 你如果在这段关键里面是受到过伤害的 你需要去治疗一下自己心里面那些不平衡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跟自己的心灵做抗争的话 你也要摆脱掉这种束缚感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不要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种 我一会说放下 一会又觉得不放下这种能量的话 你就真的随着你的心走吧 因为我确实是感觉你们两个可能接下来 还是会有一种一直折腾的感觉 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就而且我觉得部分人会得到和解 部分人可能还会这个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那还有一部分人就尤其是你被伤害的那一方 也是女生的话你要注意 如果你的身边是有着新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周围其他人对你的感情 对你的爱 因为人都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一下是否有你更值得去付出 能够有更多期待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你是男生的话 其实你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个人 他给你带来的这种关心这种爱 就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给你的感情是很安全的 是很舒适的 也是很真诚的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组所看到的全部信息内容了 那么如果希望你有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个人的问题 想要一个私人的占卜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预约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对我有意见 有想法或者是对我有什么想说的话 或者是你们的故事 再或者想要看什么样子的主题 都可以给我评论留言发弹幕 我都会看好吗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到现在 祝福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第二组的小朋友们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 还是要先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内容可能对应你 也可能不对应你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如果你觉得是不对应你的话 可以换一组 或者是直接关掉这个视频 好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想的这个人他爱你吗 很明显的 其实我感觉到非常遗憾 告诉大家 你想的这个人他好像并不爱你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现在还是 并不爱你的一个状况 并且天使在告诉你 你需要去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你要重新考虑 你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感觉上其实已经很直观明了的 再告诉你说 一个是在讲这个人他不爱你 再一个你们两个或许也不应该再 继续可能你会换一个方向 会更好一点的感觉 那么我看到其实这个人 你们两个之间我觉得 不管你了不了解 或者是知不知道 我觉得有部分人 其实你们两个之间 本身就是存在着很多的欺骗 很多的隐瞒的 但我觉得你看视频的 你是有所察觉的 是知道的 可能你已经发现了 对方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还没有完全的发现 我觉得你们跟第一组 相似的一个地方就在于 你们之间也是有着 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而且你们两个的关系 也是那种开放性的关系 很有可能 我不确定你们两个 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感情状态 但不管怎样 你都能来看这个视频 只要是对应你的话 但我感觉到你们两个是 他可能身边是有着 其他的一些选择 你的身边也是有 在跟其他人 也是有一些感情上的 牵扯的感觉 或者是说 单方面 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独牌 那我看到 其实这一组异地恋的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可能有很多的异地的小伙伴 是有选择到这一组 当然也有那些就是 即使不是异地的话 你们也是距离比较远 或者是说 你们的心灵距离 其实是比较远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们两个 其实现在还是会有沟通的 尤其是像 手机传简讯的这种沟通 是很 还是挺多的 或者是说每天 或者说 怎么样 一周 我觉得你们两个 会有这种短信上的 这种来往 这种沟通 但是你要是说 面对面的这样子相处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都 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一个是说 异地的情况会比较大 再一个 可能就算一个城市 你们也不经常见面 很少见面 或者是难以去见面的一个感觉 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之间 女性能量这一方 是不是很稳定的 就是女生的那一边 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工作 或者是经济上的不稳定 或者是在这段感情里面 女性的这一边 可能是没有给两个人之间 太多的承诺感 可能没有让对方 有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可能是有点冷淡的 因为我看到了 女性这边是非常冷淡的一个状态 可能你是女生 也可能对方是女生 那当然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的占卜 也有一小部分的情况 可能你们两个的男女能量 会混过来看 那么你就自行的应对一下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看到的就是 女性能量会比较冷淡 可能会比较理智 比较阻隔 可能男性能量这一方的人 一天发了十个消息 可能这个女生才混了个两三句 有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女生这一边 是没有给男生这一边 投入感情上的东西的 是有点背过身去的感觉 是选择了不去投入 不去给 是有点利于付出的 这样子的感觉 就哪怕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就像 就像如果你是一个男生的话 如果听到现在这组 是对应你的信息 我觉得 如果打个比方 你在过生日 那对方他可能 他不会去想要给你选择 送你什么样子的礼物 可能会直接 给你一笔钱说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 你自己去买 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在 就对方他 我觉得他不会很愿意 在你的身上 投入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 这样子的感觉 当然 也有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是有颠倒过来 可能是男女能量颠倒 也不一定 但我看到 其实对方的话 你们两个之间 是有那种失衡的感觉 是不太和谐 不太平等的 可能就是一方高 一方低 那高的那一方是冷淡的 低的那一方 是可能付出更多 可能甚至我觉得 在这感情里面 有些时候有点 让那个高的那一方 觉得有点 说难听点 可能我说话 其实就有点卑微的感觉在 我觉得是可能会 让高的那一方 有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低的这一方 我觉得 高的那一方 认为低的这一方 是没有办法掌控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包括可能低的这一方 可能在经济状况上 或者是学业状况上 近期可能也是出现了 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 或者是卡顿 对方也知道 包括像你们两个之间 也是存在着 很多的欺骗 包括可能像这种 财务与工作的问题 在你们两个之间 也是一种阻碍 如果你们都是学生的话 那么就是在学业上面 可能对于未来的 长期发展目标 是有着一些阻碍存在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对方 他其实没有给出 一个特别实质上的承诺 有些时候可能 还需要你去猜一些东西 对方 尤其是女性这一方 他还是会比较冷淡 比较理智 那我还看到你们 有部分人可能是有谈论过 长远发展 甚至是结婚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方 他没有 他还没有准备好 说要跟你迈向这一步 他可能 因为我觉得他身边 是有着其他的选择的 他面对其他的人 他也是有犹豫的 我觉得他确实是 也没有想好说真的 就是要跟你走向 更加长远的 那一步的一个感觉 并且你们两个之中 这种不对等的感情 就像是没有回报的爱 因为浪漫天使卡 他在告诉我说 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不对等的 是没有回报的感觉 就可能你付出了很多 但对方他真的 就是很吝啬于给 那么至于他爱不爱你 我真的觉得 其实对方不爱你 可能你们两个之间 是有着一种掌控欲在的 就对方他会觉得说 即使我不爱你 可能我也不希望你不爱我 或者说你不在意我 那可能你也是希望 能够有一天 能够让对方 真正的爱上你 或者说怎样 就是对自己 还是有这种信心存在 但是我看到天使回应卡 在告诉你说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或许你现在身边 就有其他更好的 可能你身边就有其他 你知道很爱你的人 或者说很在意你的人 就在你的身边 也是很有可能 就是你要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就假使你身边没有 你最好也是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对你来讲 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重新考虑一下这段关系 因为我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 你在这段感情里面 你会觉得自己 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那么对你的建议的话 首先就是你先稳定好 自身的一个状态 并且我看到 如果 如果说你 有 最近我觉得 如果 这是给一部分人的信息 如果你身边现在是有其他的人 有 真的很喜欢你 很 对你很有感情的人的话 你又觉得你跟这个人 好像有些地方 是不是不合适 是不是不可能 其实你要去看一看 要去相信一下 就是有些不可能 它可能会变成可能 你要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存在 如果你身边没有人的话 那么就当我没有讲 但我感觉如果 有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另外的话 我觉得其实在建议你说 你在这个期间里面 其实就享受一下 你单独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 就你在这个时间里 其实先爱你自己 并且你去 可以的话 愿意的话 去理清楚一下 你自己的思绪 包括像是 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状态 你去看一下 这段感情到底 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种关系 这个人 到底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不甘心 或者说一些什么样子的原因 导致的可能你对他还是有感情 还是想要 跟他有什么样子的发展 还是说这个人 他真的就是能够将来给到你那种 你想要的那种感情上的投入呢 因为我感觉到 其实对方的话 确实是有点凋理不一 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在 恋爱关系当中 对方他有可能会跟你说 比如说我爱你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但他很多的表现 你就很清楚 他其实是不爱你的 其实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嗯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看到的 今天这一组牌的 全部的信息内容了 另外我还看到一个信息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最近 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最近如果想要发布 什么样子的信息 尤其是跟这个人相关的 我觉得你需要谨慎一下 你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发 可能就是来自于 如果你们是情侣关系的话 打个比方 你要发朋友圈 可能要看一下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感觉到 你需要去看一下 你要发布什么 就是你发布的这个 是否是真实的 是否是 嗯 怎么讲 是否是可行的吧 就是 就可能是给 小部分人的一个信息 好吗 如果你们没有听懂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细想 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 关于第二组的全部信息解答 希望有能够帮助的到大家 那么 如果大家有什么 个人的问题 想要做一个 私人的占卜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预约 那如果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想要 有什么看的题目的话 也可以评论 留言 私信 弹幕我 都是可以的 我都会看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到现在 祝福你们 再见 欢迎第三组的小朋友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 还是要先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所以说可能对应你 也可能不对应你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对应你的话 就请接着看下去 不对应 那么就关掉这个视频 或者是换一组再看 那么 我就来回答一下 选择第三组的小朋友们 你们想的这个人 他爱你吗 我觉得这个人 他现在还不爱你哦 还不是时候 应该去这样来讲 因为我感觉到 其实你跟这个人 是可能会有一些 发展的空间的 就是你需要去向天使请求 说白了 就是你需要先认清楚 自己对对方的感情状态 如果你想好 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思绪 放到一个很正向的上面去 并且跟这个人 去好好地交流 去沟通 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之间 是存在着一些信任上的问题的 我看到其实对方的话 他对你的一个状态 他不确定他 更多我觉得他是 他不确定他对你是 什么样子的感情 更不要说爱了 我觉得他是 他也不讨厌你 他也不怎样 但我觉得他也不是 他分不清他对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因为他认为你们两个之间是不对的 不平衡的 是不太公正的 感觉上可能就是不是很和谐 可能就是有点一边倒 一边高一点一边低一点 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觉得可能对方他想到你的时候 他觉得其实你是一个愿意付出 你是一个思考很多 想法很多 或者是你的内心 其实也是很敏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他觉得其实你 讲的很多话都是真诚的 他觉得你对他的一些投入都是很认真的 这点是得到了他的肯定 但是我看到对方他目前的一个状态 并不想要为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去负责任 当然也可能是你跟这个人并没有在一起的一个状态了 那我感觉到他可能认为跟你如果长期发展的话 会给他带来很多压力上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负面上的一些影响 那么他现在还不想要被你去束缚住 不想要真的就是 在这段关系里面真的就 只限于这个感情里面 因为我看到这个人他很有可能 有在处理一些旧有的能量 他可能就是他身边还有一些其他需要他处理的事情 可能他没有完全的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感情上面 也有可能就是他有在处理着 他跟他的前任的关系 或者是他之前有认识的某一个人 可能是有什么感情上的牵扯的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好 或者是说这个人在之前的感情里面 曾经受到过什么样子的伤害 导致他其实对于现在的话 不是很有安全感 不是很愿意跟你去迈到下一步的感觉 我看到其实对方他对你是有点表力不一的 可能就是他给你表现出来的 跟他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有点不同 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欺骗性的行为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欺骗 但感觉上可能就是有一点小的投机取巧 或者是怎样之类的 或者就是你想要让他跟你坦诚的讲一些他心里面的想法 但是他可能他就是没有愿意跟你讲 说白了我觉得他现在的一个防备心理还是比较重的 那我看到他其实现在没有用很感性的因素 在看待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也不确定说他对你是什么感情 我觉得他也不确定 他认为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就是那种忽远忽近 或者就是现在还有联络 现在还可以 还有这种消息上面的传递 但可能将来有一天会突然就断掉 可能是不长远的 是不安稳的 是本身这关系可能对他而言就不是一个很稳定 能够有稳定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说白了就是他对于这段关系 信心没有很大 就他没有说在你们两个之间看到很光明的未来 他并没有很大的力量去处理好你们两个之间的状态 所以说他其实他是不太想要在这种情况下 为你们两个之间付出什么责任 或者是有被约束住的 他是有点无力感的 对于未来也看不到太多光明像的 反而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有点逃避 有点冷漠 有点阻隔 有点就是自己躲在一个小世界里面 想介入但好像有点难以去进去的一个感觉 那我看到你们之间像这种信任上的问题也是需要去解决的 可能是彼此之间双方的不信任 他可能在怀疑说他已经知道你对他其实是挺认真的 但是他还是会忐忑 他还是会不愿意给你一个对等的关系 那么你可能就是来自于你内在也是很敏感的 你可能希望这个人他对你坦诚 或者是你希望这个人他能怎样做 那么其实在告诉你说 你跟这个人之间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其他对你的建议还有就是你要对你的感情生活保持乐观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也有在沉迷或者说执着于过去的一些情况 未必是说你还有在留恋什么人 但很有可能就是过去的一些人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经验 可能你被抛弃过或者是被出轨过都是很有可能 但我感觉不管是说你之前有过怎样的负面的感情经验都好 不要放到这个人的身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些时候对待感情也是比较负面的 那我看到选择这一组牌的大家可能你们是有一个爱情梦的 就是你们可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很很适合自己的人 或者说非常非常爱自己或者是自己非常爱的一个人 或者是你们对感情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其实你们可以继续保持 我看到其实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不爱你的状态 是他还不确定他到底爱不爱你的状态 但是我看到其实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发展的空间 尤其是你们现在可以 有些人我觉得你们并不是什么在意习的关系 而是说朋友或者是怎样 其实你们就先把你们之间的沟通搞好 先让你们的关系变融洽 我觉得你们之后的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需要去向天使去请求 那么另外还在告诉你们 你们需要去珍惜当下 可能就是珍惜两个人当下相处的时光 或者是说珍惜一些情况 有可能就是你们在过段时间就要去忙 或者是没有开学的朋友可能还要去开学 可能就忙了可能要准备考试 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要复工 或者说要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要先珍惜当下的这段时光 那我还看到你们两个之间可能女性能量的那一方 有部分的人是蛮在意自我价值的提升的 可能就是尤其是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学业上面 金钱上面 可能这个女性能量的这一方 她有更多的把她的注意力 是放在这个工作学业金钱上面的这种收益上面的 她可能更多放下了一个自身的成长 那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其实需要去慢慢的去进行 但是也是要先珍惜当下 并且其实天使就是在告诉你说 你们两个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是是有可发展的空间的 但是一定要保持信任 那么另外我还看到你们之间有一个危险的讯号 可能是来自于对方他有在处理 其他的人可能会有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其他的人我觉得是前任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警醒 就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心情之类的 那么如果我还看到一个建议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其实你不妨可以大胆主动的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可能会推进你们两个的感情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嗯对 你需要去把爱带入这个情境 就是你需要让对方知道 你对他真实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并且我还看到了一张非常积极的牌 在告诉大家说 你离目标或许已经不远了 虽然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是可能你的目标 你的期望可能也不是很远了 所以说还是要对你的感情生活尽量的保持乐观 还有一定要记住 就是在你们两个之间信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第三组的小朋友们的全部信息解答了 希望有能够帮助的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做 有什么根据自身的情况 想要做一个私人占卜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了解详情预约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看的题目 或者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 都可以评论留言 弹幕私信告诉我 我都会看好吗 感谢大家观看到现在 祝福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第四组的小朋友们 那么在视频的初期 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毒牌 所以说我们讲到的内容可能对应你 也可能不对应你 切勿强行对号入座 如果说不对应你的话 请关掉这个视频 或者是换一组去看 好吗 那么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你想的这个人 他爱你吗 我觉得首先很肯定的 先来告诉大家 他不爱你 但是我看到了 在近几个月以内 这个人他是会爱上你的 所以说其实大家需要去等待 不需要去着急 因为天使回应卡在跟大家讲说 是的 就是是的 他会爱你 因为是在近几个月以内的事情 还有你需要去等待 也就是说 现在他爱你吗 他现在不爱你 但是他过段时间就会爱上你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看到 首先来讲一下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可能有一方的经济状况 是不是很稳定的 是不是很 可能 可能就是一个人可能在工作 一个人在上学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两个人 有什么年龄上的差距 再或者两个人都是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 都有可能 但我看上去的话 其实你们两个之间会有一种灵魂伴侣的感觉 再就是有一种心心相通 或者是不用讲太多 其实就能够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想法 这样子的感觉 我看上去 对方他其实现在有在认真的思考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他有在想要不要给你承诺 要不要给你感情上的一些投入 我看到对方 他是有觉得 我觉得他心里面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的感情是一片菜地的话 我需不需要播种 他能不能够结束我想要的果实 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在 我觉得对方他在生活里面 也是有着一些其他的选择的 可能他不只是说在感情上面 可能他的生活里面 也是有着很多其他的选择 我还看到了你们这一组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你们之前是有谈过感情 可能就是你们 你们两个以前在一起过 这是一部分人的信心 我看到可能是有在一起过 然后谈过恋爱 但是是一段短暂的恋爱 是一个过去的人 但我感觉到可能最近你们又有一些联络 或者说即将你们会有一些联络的状态 我看到女性能量强的这一方 其实是比较受欢迎的人 可能女性这一边是有一些追求者的 或者说有些人是比较欣赏这个女生的 那我还看到其实接下来的话 看这个视频的你可能会收到来自于对方给你的一个礼物 或大或小 可能就是不管是什么 也可能是一封信 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 或者说很昂贵的 都是很有可能 好吗 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你的前任 你跟他没有一段很短暂的关系的话 那么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会有人 有一些前任方面的影响 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方他有在考虑 要不要在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里面去付出去投入 我看到如果对方是一个男性的话 他目前还没有说真的就下好决心 说要给你 他只是有想过 但他现在还不够爱你的 说吧 他现在没有爱你 但我看到其实你不管是男生女生 这个人他都会在近几个月以内爱上你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那我看到男性能量这一方可能 如果你是女生 你想的是一个男生的话 我觉得这男生可能是有点花心的 可能他现在还是没有定性 比较不稳定的 可能他现在就是给你留下了一个背影 让你去观望他 但他又不看向你 有些时候会来招惹你一下 然后又走开 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们两个可能达不到一个平衡 看上去你们之前是有一些结束的点在的 但现在可能就是由于 有一方一直是没有完全离开这段关系的 到后面可能双方都有在重新 为这段感情去考虑一些东西 只不过对方考虑 我觉得他也目前没有真的考虑说 要复合这个举动 或者如果你们没有 你们不是前任的话 我觉得对方他也是没有考虑好 而且我觉得对方他现在是确实给你留下了一个背影的感觉在的 如果你们近期有沟通的话 其实不管有没有沟通吧 我觉得只要你们是有联系方式的是怎样的 我觉得对方他有在偷窥你的感觉 就是有偷偷的看你的信息 看你的朋友圈 看你的微博 你的动态 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悄悄的去观察你 比较关注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他有在考虑说要不要给你感情上的推动 但目前而言我觉得实际上来讲他没有 包括像一些承诺 我觉得这人他现在也不会去给你 你们两个的状态也是比较失衡的一个状态 对那我看到 我看到其实对方觉得你是很主动的一个人 很有可能比如说对方找你的时候 你就在对方要见你可能就能见得到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你会给对方一种 没有关系我们的未来其实是很光明的 你会给可能你会想要给对方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你会愿意去给这个人投入 如果对方是一个正在思考 要不要给你们两个之间投入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是已经开始想要去投入 或者是已经投入了什么东西 在这段关系里面了 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之间的话 是有着很强烈的吸引力的 可能这个人很吸引你 你也是很吸引那个人 但并不代表说吸引就是他能够现在就爱上你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这个状态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的感觉 你不需要着急 你需要的是等待 那么另外的话 你们两个其实是有一些玩乐的机会的 那如果你们现在 如果你们现在状态是有些卡的话 其实你就等待就好 那如果你们是不是什么前任的关系 那么你们就可以 我觉得你们是有一些玩乐的机会 有一些哪怕不是出去 可能也是在家里面 或者说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一起去打个游戏 或者说一起去聊聊天 一起看电影之类的 我觉得你们这一组 可能有一些年轻的能量的话 就是一些学生 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像 在家里面有时候没事连个麦 然后去谈天说地 一起打游戏 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看到如果是说 他是你的前任的话 我看到有很明显的信息 就是给这个关系一次机会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 你们两个的发展是 我觉得将来是很有很大的空间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现在不爱你 但将来会爱上你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且可能 你会觉得这个人 你会觉得有点认定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就是你就很想要这个人的感觉 那我觉得可能将来你会 我觉得部分 很大部分 只要是对应到这组的人 我觉得 你们可能会等到一个 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的 但是我看到 首先对你们的建议的话 就是先稳定好自己 你们可能如果是女生的话 有为这段关系 尤其是这个人 他是你的前任 你可能有曾经付出过很多的时间 精力 金钱 或者是你为这个人 你花了很多的钱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都是有可能 那我感觉到 其实不管说 怎样的一个情况吧 你都要先稳定好你自己的状态 并且去提升自身的魅力 不管是从外在 还是内在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还看到 你需要去知道 你自己是非常有能量的 你是有你自己的内在力量的 不要去担心什么多余的事情 不用去过多的担忧 不用去惊慌 那么另外 如果你身边是有其他的人的话 就如果你身边还有其他的追求者 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人没有一样的 就是不要拿这个人跟那个人去做比较 没有一样的人 没有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一样的 好吗 就是 如果说你一心只想的这个旧人 或者说他不是你的旧人 但你就想着这个人的话 你可以去等待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近几个月内 你会得到一些好消息 那么如果说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新的人 也不错 其实你真的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这个没有必要说真的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路里面去 因为你确实首先要把你自己的状态先照顾好 这个是最主要的 要全然的去面对你的生活 并且要了解生命中 就是你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一些真相 并且有部分朋友 如果你们是火象星座的人的话 你们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火象星座的朋友需要听 当然其他朋友也对应你的话 你可以听就是不要让你的自尊心可能有些时候会过多的防御 你可能有些时候无用的一些自尊心 就是其实你这样讲的一些话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自尊就没有讲 但其实你讲的也不会没有面子 也不会怎样的 要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请一定要大胆的表达你的一些想法 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有些事情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的 我们就直接大胆的说出来 就是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当然就是你要分情况了 你不能够说这个 说了就 那我就不要自尊心了 我就怎么这样 也不是这个样子好吗 就是你要去自行的分辨一下 另外的话 我觉得这一组跟上一组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在说 你离你的目标其实是很近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组会比上一组更加的有一些目标感 因为上一组第三组的话 我没有看到近期到底多久以内 可能对方会爱上你这样子的苗头 但是他们也是可以有发展的空间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期待 但是你们这一组是给出来了一个时间上的信息 就是近几个月内 所以说大家可以真的把自己的心态先放松 然后去好好地等待一下 同时去先照顾好自己的自身状况 还有你能够掌控的一切你自己的事物 学业啊工作啊或者说自身的一个发展 好吗 这个时间不要白白的去等 你要做其他的一些事 如果身边出现了其他的人 你也不妨去看一看 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我给到第四组的小朋友们的解采了 希望有能够帮助的到大家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私人的问题 想要加我的微信 可以加我的微信预约私人的占卜 好吗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想法建议都可以 评论留言私信弹幕我 我都会看 有什么想看的题目也请一定要告诉我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到现在 祝福你们